花雨经常代表着各式各样的祝福 围在嘉义市的一家青年旅社 透过所供干燥花 延长花旗 将这些祝福好好的保存下来 我们在山上有自己的农场跟民宿 在2014年的时候 觉得说在嘉义这边想要找一个新的店 那觉得说嘉义这边的一个自由型的 风潮还蛮深的 大家说上阿里山 那台湾的人会流行到市区郊外去走走 那时候走秀人的部分 青年旅社当我给人家印象就是很严价 那就是比较没有注重品质的 那我希望可以像家一样可以很安全 放心 那像朋友一样 可以在这边交到好朋友一起出去玩 我们觉得说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要更有特色 一些花朵希望可以让大家放胸 所以我们就从山上农场那边 刚开始是把山上农场很多的花卉都搬过来这边 那之后希望能延长这些花卉的寿命 那所以之后就开启了干燥花的部分 除了贩售干燥花之外 店家也提供手工花艺课程 让民众可以一起融入他们的花华世界 手作客人是这样 其实大家刚开始没有开 那只是说大家来看到这边看到这边作品 然后觉得说很想做 是不是说像花球好了 他们觉得买回去之后 我们发现说其实很想要做 就是有没有DIY的课程这样子 然后所以才又开启了我们 就是说其实我们跟客人之间是有像同样的 互相想一想这样 就很特别啦 像今年的话就是比较流行干燥花的这个部分 那就想说来这里就是感受一下 今年的流行的那个趋势这样子 也是会想说来学一点就是干燥花的一个作品 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透过干燥花带给民众放松的感觉 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希望嘉义外流人口可以不要那么日益严重 那甚至可以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愿意回到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感染更多的年轻人 愿意回到我们嘉义这块土地来住 一些就是靠自己兴趣的两国自己 那个有更活力这样子 充满花朵的旅设带给旅客梦幻的归宿 更有花香展开旅人们旅程的每一天 中正义报正任佑旅孟佳嘉嘉义士报导